当我爸妈吵架时 你跟我爸妈溜下 这是干啥呀 你简直不是人的 刑海冲儿 我妈都多大岁数了 昨天出门要串个亲戚 我让你给订个机票 机票 你到时候叫个物流 给我妈发走了 我操 物流 我订的不是机票吗 你放屁 快你干啥都在床上放着呢 还干嘛是宠物多余 我操 我整错了 你一句整错了就完了 我妈现在生死未卜 但凡出点啥事 我肥皮了你 不是 现在说这个有用吗 现在耽误之急是去救你妈呀 还救我妈 我看你爸不得我妈没了吗 你这话啥意思 我平时对你妈不笑什么 你是真好意思说呀 刑海冲儿 上礼拜我妈丢了这左手手套 让你帮人找一找 你直接跟我妈订个剧条 能把左手剧起来 给我 不是 我能不气话吗 你气 当然你气 你简直不是人的 刑海冲儿 当初结婚前 我妈就说你不是个好人 我咋就没听呢 严厉轩 你能不能别跟我掏住了 有问题咱好好解决问题 你这样有 没法解决 这次我妈不管出没出事 我都跟你离婚 你以为离婚这么简单呢 你想过后果呗 还能怎么办 你别跟我提他 跟你一个德行 你问他 我把他当人看过吗 啥意思 你这意思是 我把他当人看过是怎么着 他简直就不吃个东西 我咋了 你干嘛呢 我跟刚才聊天呢 看了吗 刑海冲儿 咱俩打架 他在这跟人聊天 不是 他给我推荐了支付宝理财种子 在支付宝搜理财种子 免费人区种子 可以填基金 帮助用户提升理财认知 培养理财好习惯 我最近这行 闭嘴 你再说句话 我揣死你 哎呦 我看你挺稀罕 你这宝贝儿子的 舍不得骂 舍不得打的 我就是揣死你信不 干啥呀 揣 牛逼你揣 揣死他 我就是揣了 你怎么着 揣了 就这事咱俩就过去了 好嘞 不这是干啥呀 老 我干啥 等错了 真等错了 臭不了老太太 真是无聊 我给他这 别跳 别跳 二 快下 我小时候的愤怒瞬间 我跟你说海军 那就不是钱的事 是 我知道 策大哥我跟你说 我老李 别的本没有 志气我是有的 敢给我一电炮 我必须让他进去 是 我还不知道你 那人说赔多少呢 我不说了吗 那就不是钱的事 他赔多少我也不要 哎 要不见我就收了吧 小姐姐 你还是我兄弟吗 那我肯定是你兄弟啊 是兄弟你竟然向我撒口 啊 我受委屈了你不让我还回去啊 哎 我这不就给你提一个 行了 到了 但是啥呀老爷 我说错话来不行 那你还是我兄弟吧 那我肯定是啊 是兄弟 你给我抽腿一嘴吧 啊 抽他干啥 我就考验考验你 你抽不上 抽完了 好兄弟 这才是好兄弟 喝 整 那个我问一下 咱点点酒吗 这怎么喝茶 还能喝成这样啊 啥酒呢 狼牌特区 产次中国白酒金三角 一口就能喝到超高品质 好你们喜欢 哦 这么好呢 有试试 而且现在正值狼牌特区 上市十六年 有惊喜感恩回馈 喝狼牌特区 就可以抽筋条 哦还有活动呢 试试吧老李 请你来个大奖啊 你也先要气 玉码归玉码 下次吧 我们这次就茶酒了 那你尽量小点事啊 嗯 你去吧 我跟你说老李 你这事啊 你还是得找的 诶诶诶 我这没烟了 你那还有烟吗 我也不抽烟呢 对 那咋着东西 让三口出去买下 对去买去 我还吃饭呢 回来再吃 快去 你这孩子真欠揍我 这我孩子 刚才直接给锁夺了就 哎 反正也是 确实挺耽误事的 咋不耽误事呢 你说我挨这一下 那也多少天不能上班 再加上我们难怪还有买车吧 跟李叔打招呼了我们就走 哼我跟你说 这要我儿子 我配这个 我吐咋 你说 我看着 他就走 哎呀 老李你没事吧 没事 那脑花有点弯子 那那人有你干得黑了 这咋多这么多菜 刺不上你别要过来 刺 你刺姨 我还有刺姨呢 你刺姨一直在国外 你没见过 哦 来了 来了 嫂儿快进来 大姐 你家这怎么回事啊 这 怎么了 那电梯也太旧了吧 跟我儿子都吓着了 你们这居住环境真是太low了 这 嗨 这老小区就这样 你在国外待久了 肯定不习惯 哎呀 真是 哎你对象呢 对象 你们这的叫法我是真不习惯呀 那叫哈斯奔甸 嗨 就一个叫法嘛 咱快上屋吃饭去吧 一会儿菜都凉了 走儿子 快查人大姐亲手给你做的烧鸡 她说你小时候可爱吃了 是 我俩那会儿 我现在看到这种东西 真的好恶心 我们在国外都是吃米其林的 哦是 人事儿那对象可有本事了 那早前一年第一批去国外的那事儿 真是挺 我说了 那叫哈斯奔甸 那也多少吃点吧 来给宝贝来个鸡腿 咔咔咔咔咔咔 吃个饭我他妈是真来活 三哥 什么叫脏啊 这种东西 我们在国外是从来不吃的 那他妈你小时候也没少往嘴里塞啊 你说话干净点 你干净 干净得连祖宗都忘了吗 你还记得自己的干吗 我不跟你们这么想不老见识 一家人连个苹果手机都没有 四爷 都什么年代了 苹果手机还能有优越感呢 您是出国了还是出家了 你他妈 您收了一张桌上看看苹果手机贬值有多快 我上一个iPhone11晚卖一周又跌了三百多 得亏我及时出手 免费上门回收也快 在桌上卖了还赚过四千多 谁家还没几台苹果手机呀四爷 我就想支持国货怎么了 人国外的东西就是比你们强 四爷 你哪来的优越感呀 从你一进门开始你就闲这闲的 在国外待了几天 你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吧 我告诉你 我们China现在也无差 别我们 那是你们 我们早就改国籍了 四爷 你知道你这种人在过去叫什么吗 叫他们汉奸 你他妈骂谁呢 这顿饭你要不吃 就赶紧滚 你等着 我对象马上 他们刚才说你是汉奸 太 太倦了 你说啥 我没听清 我没听清 我没有听清 我没听清